第十七课 人与自然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 我觉得秋天是去黄山的最好季节 因为这时候天气不冷也不热 而且山上的树叶有很多种颜色 绿的 黄的 红的 漂亮极了 秋季不适合去黄山 二 儿子 你看 地图上 地图上不同的颜色 地图上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绿色的是森林 蓝色的是海洋 这里是北京 那里是上海 你来找找我们现在在哪儿 地图上 地图上蓝色表示海洋 开车时听广播很不安全 四 和森林一样 在海洋里也有很多种植物 它们与海洋里的动物 共同组成了一个美丽的海底世界 海洋里的植物很少 五 昨天是中秋节 这一天的月亮 应该是一年中最大最亮的 但是让人失望的是 昨天的月亮 一直在厚厚的云层后面睡觉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明天是中秋节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请问您知道海洋馆的入口在哪儿吗 这条路直走 大约在有两百米 你就能看到了 根据对话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七 这次文化节活动 这次文化节活动由你来负责 一定要办得热闹点 好 我们回去就开会讨论 星期五之前 把详细的计划书发给您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八 小狗是不是生病了 毛的颜色不亮 看上去精神也不太好 我猜可能是他刚患了新环境 还没有适应 熟悉了就好了 小狗怎么了 九 五十二路和四零七路都能到我这儿 你看看有没有这两趟车 五十二路来了 我先挂了啊 一会儿见 女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十 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咱们公司只能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了 是啊 竞争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 不过我觉得竞争对公司的发展 有很大的好处 就好像一场体育比赛 有了竞争 比赛才会更精彩 关于对话 下列哪个正确 十一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我打算先回一趟家 看看我奶奶 然后去国外逛逛 你有什么安排吗 这个暑假你倒轻松 真羡慕你啊 我计划在学校准备研究生考试 女的暑假计划干什么 十二 我明天下午要去大使馆取签证 电影票最好买五六点的 我刚上网看了一下 五点的已经卖光了 只剩下六点半的了 我们看这个时间的怎么样 根据对话 下列哪个正确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室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贵意几点开始 十三 我猜照片中间这个男孩是你 对不对 对 这是我五岁时照的照片 左边这个是我哥哥 你们俩长得真像 个子也差不多 是 大家都这么说 关于男的 下列哪个正确 十四 这里的景色确实很不错 那当然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森林公园 阳光好 空气新鲜 来这儿散步 真舒服 既然你喜欢 以后我们可以常来 他们在哪儿 十五 早 我看外面下雪了 很冷吧 还行 不是太冷 我把空调打开了 一会儿就暖和了 其实不用开空调 我是走路过来的 走得都有点热了 外面天气怎么样 十六 叔叔 叔叔 为什么说地球是蓝色的 因为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地方都是海洋 而海水是蓝色的 既然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水 为什么老师还让我们节约用水 因为海水是不能直接喝的 人可以用的水实际上非常少 女的对什么感到奇怪 十七 你换球鞋 你换球鞋干什么呀 又要出去呀 去打网球 我约了小王 他打网球很厉害 你敢和他打吗 当然敢 虽然你们和他打 他从来没输过 可我倒不怕他 那一起去吧 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赢 小王的网球打得怎么样 十八 奇怪 这花才买了几天 怎么叶子就掉了 这种花在南方很常见 需要阳光 你是不是一直把它放在阳光不好的地方了 是啊 就放在卧室里了 这种植物喜欢阳光 光不好很容易掉叶子 咱们把它搬到院子里 可能会好些 女的想把花放在哪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在星期六晚上 准时收看我们的人与自然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亚洲虎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 国内著名的动物学家王教授 来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十九 王教授研究的是什么专业 二十 今天的节目主要介绍什么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每年七八月份 每年七八月份 也就是放暑假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游客来这儿参观 最多的时候会比平时多出三四倍 为了使参观能顺利进行 保证游客的安全 参观的人数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 那我们会暂时关门 不让太多的游客进入 二十一 什么时候参观人数较多 二十二 为什么不让太多游客进入